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街头小吃探险》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长鲜意大利街头的披萨馅饼 2.印尼亚加达的炸豆腐小吃 3.土耳其街头的烤肉卷 内摩,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长鲜意大利街头的披萨馅饼 当然,亲爱的听众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那个让无数味蕾沉醉 让陶铁们为之疯狂的意大利国宝 披萨 但不是那种你在高档餐厅里用刀叉优雅切割的披萨 而是那种你在嘻嘻嚷嚷的意大利街头 用手抓住边走边吃的那种披萨馅饼 首先,让我们穿越回古罗马时期 那时候的披萨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但它们有一种叫做胶饼的东西 基本上就是面饼加上橄榄油 香草和蜂蜜的简易版披萨 想象一下,古罗马的街头小贩就买着这种胶饼 而路过的罗马士兵就用它来冲击 这可是披萨的远古祖先啊 快进到现代,意大利的街头披萨已经变得多样化和精致 在纳布勒斯披萨的发源地 你可以找到那种有着薄脆饼底和新鲜番茄 马苏里拉奶酪 新鲜罗勒叶的经典玛格丽塔披萨 而在罗马,你可能会遇到一种更厚实 更像面包的披萨底 上面铺满了各种各样的配料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一个意大利厨师在街头的小摊前忙碌着 他的首饰比他的披萨还要丰富多彩 他可能会对你说,我的披萨比蒙娜丽莎的微笑还要神秘 比罗马斗手场还要圆润 而你,只能在品尝那一口饱含阳光和热情的披萨后 无言地点头同意 街头披萨的魅力在于它的及时性和随性 你不需要等待服务员为你上菜 也不需要担心餐桌礼仪 你只需跟随你的鼻子 找到那个散发着忧人香气的小摊 然后用你的双手和味蕾去体验这个意大利的传统美食 最后,街头披萨不仅仅是一种食物 它是意大利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 每一口都蕴含着历史 每一次咀嚼都是对传统的致敬 所以,下次当你在意大利街头看到那些披萨馅饼时 不妨大胆尝一尝 让你的味蕾也来一次穿越时空的旅行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印尼雅加达的炸豆腐小吃 当然,让我们来聊聊 印尼雅加达的炸豆腐小吃 这不仅是一道美食 更是一段文化的缩影 一种生活的哲学 以及一场味蕾的盛宴 首先,我们得认识一下 这位名叫Taihu Goran的印尼明星小吃 Taihu,即豆腐,是由大豆制成的 而Goran在印尼语中意味着炸 所以,炸豆腐,顾名思义 就是被油炸至外皮金黄酥脆 内里依然保持着柔软细嫩的豆腐 在雅加达的狭窄相容中 你总能找到那些用简易炉灶和大锅油炸豆腐的小贩 他们的记忆 简直可以和任何五星级酒店的大厨媲美 他们将豆腐切成块 轻轻地放入滚烫的油锅中 然后用一种看似随意 但实则精准的手法翻转豆腐 直到每一面都呈现出令人垂涎的金黄色 但是,别以为炸豆腐就这么简单 在印尼,炸豆腐不仅仅是一种食物 它还承载着社交的功能 想象一下,热腾腾的炸豆腐刚出锅 周围的人们围拢过来 一边品尝,一边闲聊 这不就是一种最自然不过的社区聚会吗 而且,炸豆腐的魅力在于它的多样性 它可以简单地搭配一点酱油和辣椒 也可以作为更复杂菜肴的一部分 比如填入各种馅料 或者与米饭、面条等主食一起食用 每一种搭配都能带来不同的味觉体验 有趣的是,尽管炸豆腐在印尼极为普遍 但每个小贩都有自己的秘方 或许是一种特殊的香料 或许是独特的腌制方法 使得每一口炸豆腐都有其独特的风味 最后,我们不得不提的是 炸豆腐也是一种经济实惠的美食 在雅加达这样的大都市里 生活节奏快速、经济压力大 炸豆腐提供了一种既便宜又美味的解决方案 它不仅满足了人们对食物的基本需求 更是一种心灵的慰藉 所以,下次当你漫步在雅加达的街头 不妨停下脚步 尝一尝那散发着诱人香气的炸豆腐 它不仅仅是一种小吃 更是一种体验、一种文化、一种生活的艺术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土耳其街头的烤肉卷 土耳其街头的烤肉卷 或者更专业地称之为Cobob、凯巴布 是一种远远流长的美食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中东地区的游牧民族 这些聪明的古人发现 将肉串在长棍上烤制 不仅方便携带 还能均匀受热 简直是在荒野中的快餐 而今天 Cobob已经成为土耳其 乃至全球街头美食的代名词 土耳其的Cobob种类繁多 但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Donner Cobob 旋转烤肉和Shish Cobob串烤 Donner Cobob是将腌制过的肉片 堆叠在垂直旋转的烤架上 慢慢烤制至外焦灵嫩 然后切下薄片 卷入面包或者饼中 搭配新鲜蔬菜和酱料 一口咬下去 肉香四溢 简直是味蕾的盛宴 而Shish Cobob 则是将肉块穿在长棍上 加上蔬菜如洋葱 胡椒和番茄 一同烤制 这种烤法不仅保留了肉的多汁 还让蔬菜的甜味与肉的香味完美融合 土耳其街头的Cobob摊位 往往是当地社交的中心 想象一下 你走在伊斯坦布尔的狭窄街巷中 耳边响起卖家吆喝的声音 鼻尖被烤肉的香气勾引 那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 而Cobob摊位前 总是围满了各式各样的人 从穿着西装的商人 到托着沉重行李的旅行者 他们在这里暂时放下生活的重担 享受这简单而美妙的食物 有趣的是 Cobob不仅仅是食物 它还是一种文化现象 在土耳其 许多人会在夜晚的聚会后 前往Cobob摊位 以这种美味的街头食物 作为夜晚的完美收官 而在世界其他地方 Cobob也成为了深夜宵夜的代表 尤其在欧洲的一些大城市 它几乎成了夜生活的同一词 总之 土耳其街头的烤肉卷不仅仅 是一种美食 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将简单食材转化为 美味佳肴的艺术 更是一种跨越国界 连接人心的美食语言 下次当你路过土耳其街头的 Cobob摊位 不妨停下脚步 尝一尝这份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味道 毕竟 谁能抵挡得了肉的诱惑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尼泊尔街头的茶馆美食 尼泊尔 这个坐落在喜马拉雅山脉怀抱中的国家 不仅以其壮丽的自然风光 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著称 还以其街头的茶馆美食 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食客 在尼泊尔 茶不仅仅是一种饮料 它是一种文化 一种生活方式 而茶馆 则是这种文化的展示窗口 走进尼泊尔的街头茶馆 你会发现这里的氛围与众不同 这里没有西式咖啡馆的快节奏 也没有高档餐厅的矜持 一切都显得那么亲切 自然 茶馆里弥漫着茶香和各种香料的味道 这是一场味蕾的盛宴 也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首先 我们得谈谈尼泊尔的果饮 奶茶 或者用尼泊尔语说 是呀 这不是你在星巴克能找到的那种奶茶 尼泊尔的奶茶 是一种独特的混合饮品 通常有茶叶 牛奶 糖和一系列香料 如肉桂 豆蔻 和丁香 熬制而成 喝上一口 你会感受到香料的温暖和茶的提神 仿佛是喜马拉雅山的威风轻浮过你的味蕾 但是 茶馆的美食可不止于此 你可能会遇到名为 Momo的小吃 这是尼泊尔版的饺子 通常以肉或蔬菜为限 蒸熟后搭配一种叫做 Achar的辣酱食用 吃上一口Momo 再喝上一口是呀 这种味道的碰撞 简直是人间美味 还有 如果你幸运的话 可能会在街头茶馆遇到 Cell Rotee 这是一种甜甜的 圈状的米面炸饼 外脆奶软 通常在节日或特殊场合制作 搭配一杯香浓的奶茶 简直是完美的下午茶组合 在尼泊尔的街头茶馆 你不仅能品尝到美食 还能体验到当地人的生活节奏和社交方式 这里的人们喜欢边喝茶边聊天 无论是政治 宗教 还是日常琐事 茶馆 都是他们交流思想的场所 总之 尼泊尔的街头茶馆 是一个味觉与文化的交汇点 他们提供的 不仅仅是食物和饮料 更是一种生活的体验 下次你漫步在加德满度的街头 不妨走进一家茶馆 让哪里的美食和氛围 带你领略尼泊尼泊尔的另一面 只是别忘了 喝茶时要小心 因为据说喜马拉雅山的雪怪 也很喜欢尼泊尔的奶茶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埃及开罗的豆馅饼 当然 让我们一起探索 开罗的美食奥秘 特别是那 令人垂涎三尺的埃及豆馅饼 也就是传说中的泰美亚 塔奥美亚 首先 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古埃及 想象一下 法老王可能在尼罗河畔享用的美食 虽然我们不能确定 法老们是否真的吃过豆馅饼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豆类在古埃及饮食中占有重要地位 现在 快进到现代 豆馅饼已经成为开罗街头 最受欢迎的快餐之一 泰美亚是一种油残豆 或在其他地方用鹰嘴豆 制成的小球 通常会加入各种香料和草药 如大蒜 洋葱 香菜和葱 然后将其混合物伸扎至金黄酥脆 它是法拉费尔 法拉夫 我的表情 但请不要在埃及人面前说 泰美亚就是法拉费尔 这可是严重的美食文化错误 现在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一个古埃及人穿越到现代 走进开罗的一家小吃店 看到泰美亚 他可能会惊呼 哇 我的木乃伊 这些小球看起来比金字塔 还要吸引人 而店主可能会回答 当然 我们的泰美亚比金字塔还要古老 但至少他们不会占用你的土地 只会占据你的胃 泰美亚不仅美味 还是一种经济实惠的食物 它证明了即使是最简单的食材 只要巧妙搭配 也能创造出令人难忘的美食体验 在开罗的繁忙街道上 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群 从匆忙的商人到游客 再到那些只想快速填饱肚子的学生 都在享受这种小巧的美味 最后 如果你有幸访问开罗 不要错过尝试太美亚的机会 它不仅是一种食物 更是一种文化体验 让你在咀嚼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埃及悠久的历史 和丰富的文化 只是记得 在品尝这些美味的豆馅饼时 不要太贪心 否则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的腰围 像尼罗河一样 悄悄地泛滥起来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摩洛哥街头的炖菜 啊 摩洛哥街头的炖菜 那是一段色香味俱全的历史 一种文化的缩影 一场味蕾的盛宴 在摩洛哥 炖菜不仅仅是一种食物 它是一种艺术 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让人们聚在一起的借口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那神奇的炖锅 塔吉锅 Tajan 这不仅仅是一个烹饪器具 它简直是摩洛哥厨房的超级英雄 塔吉锅的锥形盖子设计独特 能够让蒸汽在烹饪过程中循环 使得肉类在自己的汁液中缓慢炖煮 变得鲜嫩多汁 而且 你知道吗 塔吉锅还是一个节能高手 它能在相对较低的温度下长时间烹饪 让所有的香料和风味 深入食材的每一个细胞 走在摩洛哥的街头 你的鼻子会被一股股诱人的香气所吸引 那是摩洛哥炖菜的呼唤 是肉 蔬菜 香料和橄榄油的完美焦香曲 每一口都是对传统的知情 每一口都能让你感受到 摩洛哥大妈们的手艺 和对食物的热爱 而且 你永远不知道 你会在街头遇到什么样的炖菜 它可能是经典的鸡肉塔吉 鸡肉与柠檬和橄榄的组合 简直是婚姻中的黄金搭档 也可能是羊肉与性干的甜蜜泄吼 那天中带点咸的味道 让人回味无穷 每一家小摊 每一位厨师 都有自己的秘方和独特的手法 让同样的炖菜 在不同的手中 呈现出千变万化的风味 但是 别以为摩洛哥的炖菜 只是简单地将食材扔进锅里煮个熟 哦不 那是一门科学 一门艺术 香料的选择和使用 是一种对味觉平衡的严格把控 从自然到肉桂 从姜到藏红花 每一种香料都要恰到好处 才能让炖菜的味道层次分明 让人异常难忘 最后 让我们不要忘记 摩洛哥街头的炖菜 不仅仅是一种食物 它是一种社交活动 人们围坐 在热气腾腾的塔吉锅旁 分享食物 交流故事 享受生活 在这里 炖菜不只是填饱肚子 它是一种连接人心的魔法 是一种让人们放慢脚步 享受当下的方式 所以 下次当你漫步在摩洛哥的街头 被那诱人的炖菜香气所吸引时 不妨停下脚步 尝一尝诞地融合了历史 文化和热情的美味 你会发现 那不仅仅是一顿饭 那是一次穿越时空的味觉之旅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俄罗斯莫斯科的红菜汤 当然 亲爱的听众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道色彩斑斓 历史悠久的俄罗斯传统美食 红菜汤 俄语中称为Borscht 这道菜不仅仅是一碗汤 而是俄罗斯文化的液体象征 一碗浓缩了历史和传统的美味 首先 让我们来一点幽默 红菜汤是如此重要 以至于有人戏称 如果你在莫斯科的餐馆里 找不到红菜汤 那么这家餐馆可能是个间谍机构的掩护 好了 开玩笑归开玩笑 但这足以说明红菜汤 在俄罗斯人心中的地位 红菜汤的主要成分是甜菜 这种羹菜赋予了汤品鲜艳的红色 但别以为红菜汤就只有甜菜 哦不 这道汤里还有一大堆其他蔬菜 比如土豆 胡萝卜 洋葱 卷心菜 有时还会加入番茄 肉食爱好者也可以放心 因为红菜汤通常还会加入牛肉或猪肉 让汤品更加丰富 红菜汤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古代斯拉夫人 那时候他们已经在享用这种 以甜菜为基础的汤品了 但别小看这碗汤 它可是跨越了国界 不仅在俄罗斯 在乌克兰 波兰 立陶宛等国家也有自己的版本 每个地方的红菜汤都有自己的独特风味 但都保留了那个让人一见钟情的红色 有趣的是 红菜汤在俄罗斯家庭中几乎是必备的 它就像是俄罗斯的家庭和平卫视 如果家里有什么争吵 一碗热腾腾的红菜汤往往能够平息风波 因为谁还有心情吵架 当一碗充满爱的红菜汤摆在面前呢 此外 红菜汤还是一道非常适合冬天的菜品 想象一下 在莫斯科那漫长而寒冷的冬夜 一碗热气腾腾的红菜汤 不仅能够温暖你的身体 还能温暖你的灵魂 这可能是 为什么俄罗斯人 对红菜汤情有独钟的原因之一 最后 如果你有机会访问莫斯科 不要忘记尝试一碗正宗的红菜汤 它不仅仅是一种食物 更是一种体验 一种文化的体验 而且 如果你不小心爱上了它 别担心 这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 因为红菜汤的魅力是无国界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希腊雅典的羊肉串 当然 让我们穿越时空 回到古希腊雅典 一起探索这个美食的历史吧 首先 我们得感谢古希腊人 他们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哲学 戏剧和民主政治的遗产 还有可能是最早的街头小吃羊肉串 想象一下 就在柏拉图讨论理想国的时候 可能就有人在角落里 烤着羊肉串 为哲学家们提供思考的能量 羊肉串在古希腊被称为 Obliscus 字面意思是小烤棍 这个词在现代希腊语中演变成了 So lucky 以及我们所熟知的希腊羊肉串 古希腊人将切成小块的肉串在长棍上 然后在火上烤至外焦里嫩 这种烹饪方式简单而有效 可以说是古代版的快餐 不过 古希腊的羊肉串可不是随便一串肉 就能称霸街头的 据说 雅典的肉串小贩们 对于选择羊肉的部位 有着严格的标准 它们会挑选最肥美的部分 以确保每一口都是多汁而富有弹性的 而且 它们对于调味料也是相当讲究 可能会用到当时的高级调料 比如来自远方的胡椒和肉桂 让羊肉串的味道更加丰富多彩 想象一下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你漫步在雅典的阿哥拉市场 四处都是商贩的叫卖声 哲学家们在辩论着政治和伦理 而你手中的羊肉串正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这不仅仅是一顿饭 这是一次穿越古今的文化体验 而今天我们在现代的希腊街头 依然可以找到这种古老的美食 虽然配料和调味料可能有所变化 但那串在火上旋转的肉串 依然是连接古今的美味纽带 所以 下次当你咬下一口烤得恰到好处的羊肉串时 不妨想象一下 自己正与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共享这份美味 毕竟 美食和智慧总是能够跨越时空 让人们团聚在一起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巴西里约烤肉 热情似火 当然可以 各位烤肉爱好者和美食探险家们 让我们一起探索那来自巴西里约的烤肉 一种让人垂涎三尺 热情似火的美食 奇迹 首先 我们得了解巴西烤肉 或者用当地的术语来说 Turasko 独作Shuhasko 它不仅仅是一种烹饪方式 而是一种文化 一种集体庆祝的形式 一种将家人 朋友聚集在一起的借口 在巴西 烤肉是一种艺术 而且是一种大家都能参与的艺术 想象一下 阳光明媚的周末 一群人聚集在户外 碳火在烤架上熊熊燃烧 空气中弥漫着烤肉的香气 这就是巴西里约烤肉的场景 但别被这热情的场面所迷惑 巴西烤肉的真正秘诀 在于它的简单和纯粹 通常 肉类只需用粗海盐腌制 然后 在碳火上慢慢烤制 直到外皮酥脆 内里多汁 而且 巴西人对肉类的选择 也是相当讲究的 从传统的牛肉Piquenha 豚肩肉 到香肠 鸡肉 甚至是猪肉和羊肉 每一种肉都有其特定的烹饪方法 和切割技巧 在巴西 烤肉师傅被称为Turrascaro 他们的技艺堪比任何五星级餐厅的大厨 但是 巴西烤肉的乐趣 不仅仅在于食物本身 它是一种社交活动 一种让人们放松 交流和享受生活的方式 在这里 烤肉不是赛跑 而是马拉松 肉穿一轮接一轮地 从烤架上端到餐桌上 每个人都可以慢慢品尝 享受每一口的美味 而且 别忘了那些配菜 巴西烤肉从不孤单上桌 它总是伴随着一系列的小菜 比如法拉夫 一种用木薯粉做的面包 蔬菜沙拉 烤菠萝 对 你没听错 烤菜单上真的有甜甜的烤菠萝 还有那不可或缺的黑豆炖肉 这些都是为了平衡肉类的丰富口感 最后 如果你有幸参加了一场真正的巴西里乐烤肉派对 记得 不要急于离析 在这里 烤肉是一种享受 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所以 放慢你的脚步 与旁边的人分享一个笑话 举起你的凯普里尼亚鸡尾酒 巴西的果酒 大声说一句 salt 干杯 然后继续享受那热情似火的巴西烤肉吧 亲爱的听众们 今天我们聊了那些让人垂鲜三尺的街头美食 从意大利的披萨馅饼 到印尼的炸豆腐 再到土耳其的烤肉卷 尼泊尔的茶馆美食 埃及的豆馅饼 摩洛哥的炖菜 巴西的烤肉 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味道和魅力 我们穿越了时空 品尝了不同国家 不同文化的美食 每一口都是一次味觉的冒险 每一道都是一段历史和文化的旅程 这些街头美食不仅仅是食物 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文化的表达 它们连接人们 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也能聚集在一起 所以 亲爱的听众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喜欢尝试不同国家的街头美食吗 你对这些美食 有什么样的印象和体验 欢迎你留言 和我们分享你的想法 记得 无论是披萨馅饼 还是烤肉卷 美食总是能够跨越国界 连接人心 让我们一起享受 这个多彩的美食世界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